這間據說是全台第一家 砂鍋粥的創始店 想吃的話 都要好幾個禮拜以前 就要先定位了 這是板橋地區 人氣超高的必吃美食 店裡面的粥品 都是現點現做的 一整片的鮑魚片 吃起來很有彈性跟韌度 再加上了干貝非常順口 是讓人沒有辦法停下來的美味 還有他們家的人氣招牌 蟹膏粥 是採用新鮮活跳的紅蟳 還有沙蝦加上墨魚丸跟生米 一起熬煮成粥 在起鍋時 還會淋上一匙獨門的秘方 堅果醬 酷鼻的香味讓人食指大動 現撈海鮮的鮮甜 融入了粥底 跟店內的熱炒非常對味喔 讓很多人不遠千里而來 這種有死掉的我們都會挑掉 因為他們只要死掉的蝦就不用 所以條件非常嚴苛 好大隻喔 超大隻 比我臉還大 我希望就是人 繼續讓客人吃到 就是最新鮮的東西 當然這部分的話 我也是就是會特別的去找 就是更新鮮的食材 來給我們定食用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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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外面一般的粥都很虛 它的螃蟹肉質很彈Q 而且很新鮮 要來這邊定粥 生育太好了 食物場定不到 餵在板橋的這間砂鍋粥 用餐時間總是一味難求 吃對味的變成中粉 吃上癮的 一段時間沒吃 就渾身不對勁 很好吃 就是 別家的都吃不習慣 都是要到這一家 我們已經吃十幾年了 如果一段時間不吃喔 就想到睡不著又來了 這間是我們板橋的人氣店 我自己已經帶家人來吃的素食是有的 一口配料一口粥 細嫩鮮美滿口腮 香濃美味的粥 本身味道就足夠成為主角 就算不用配菜也可以吃上好幾碗 而幕後推手就是今年35歲的味家蒙 主要就是因為潮州這個地方 它是靠近沿海的地方 那時候他們就想說 把新鮮的海鮮丟到白粥裡面煮 煮一煮之後發現說 這個味道風味真的不錯 砂鍋粥是用砂鍋來煮粥 在粥熬到恰到好處時 將新鮮的海鮮放入其中 讓鮮味和粥的濃稠度 熬到你濃我濃的境界 我們砂鍋的材質 是跟鷹哥的廠商特別定製的 他們是用土桃下去捏做的 因為第一個這樣煮的話 遇到高溫也不容易就是會裂開 再加上它保溫效果 其實也算不錯 煮砂鍋粥的第一步 從湯底就要很講究 利用雞骨 菜頭 洋蔥熬出天然的甜味 還要特別加上這一味 我們還有放一個就是 比較好一點就是放昆布 它會增加它的鮮味 這樣之後煮出來 它就會比較鮮 比較甜 我們高湯大概煮兩個鐘頭 其實它這裡面的 就等到它的蔬菜 就是比如說洋蔥 菜頭 昆布跟雞骨 它的味道都出來了 這時候我們就會把這個料給換掉 另外歐洲的關鍵在於 從生米熬成熟相當的費工 我們的米 那時候也是去東部 找到了那個關山米 因為它煮起來它的米 比較容易釋放出它的米漿 對 所以它這樣粥 煮起來會比較濃稠 你不能煮太過於稀 因為如果說你煮太過於稀的話 這樣粥它喝起來 就沒有米粒的感覺 你也不能煮說太過於濃稠 你煮得太過於濃稠 這樣的話其實就很像在吃飯 所以這個就剛好就是要煮到說 米濃於水 水濃於米 這樣看起來怎麼樣 快好了嗎 這樣看起來就代表說 它的米粒就是已經差不多快好了 可是就是還達不到說 我們所想要的 對 魏加盟一邊煮一邊加入高湯 讓每顆米都吸飽了湯汁 慢慢的軟化 直到跟高湯融為一體 平均一鍋至少要半小時 眼前的廚房屋台火力強強棍 熱氣奔騰實在讓人受不了 廚房就是比較怕熱 因為每天廚房都一定是會熱 一開始當然是不習慣 因為熱溫度太高 可是做吃了就是這樣的 要不怕苦 也要不怕流汗 這個週熬得不只是霸氣 還有那份志氣 喜歡接受挑戰的魏加盟 是來自雲林的曾喀英阿 16歲就去餐廳當學徒 他離開家裡安排好的舒適圈 想要走一條不一樣的路 大概15年前 因為有朋友在當中那邊開設工廠 他剛好就招待我們去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帶我們去 吃一個潮粥粥 我發現一次說 因為覺得說這個在台灣沒有 因為大概在十幾年前 那時候台灣比較多人在吃的 應該是只有鹹粥 跟大概青粥 那時候想說這種東西 應該在台灣應該還不錯 所以想說 看看可不可以把它學回來台灣 當初的想法很單純 做了之後才發現不簡單 那時候剛引進回來台灣的時候 想說這個東西應該是比較特別 想說應該台灣人有辦法接受 可是在十幾年前那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 就是網路沒那麼發達 就變成說有可能說 你今天覺得說這個東西好吃 就要透過朋友介紹 說哪一間店哪一間 這個砂鍋粥還不錯吃 所以那時候其實剛開的時候 其實也是賠了蠻多的 因為跟我預期想像的就是有落差 當時賠了大概也差不多熬了 差不多也是賠兩三百 雖然如此 維加盟不想就這樣放棄 砂鍋粥需要用到大量的海鮮 那就從食材著手吧 他特別要求新鮮原味 堅持活海鮮限點限殺 我們海鮮都很新鮮 只說像如果說有客人預訂的話 就會先詢問廠商 他的船是否有出海去補 對 他還是說他那裡就是有 是否就有我們要的品質的龍蝦 如果有我們只會就賣給客人 對 這隻都有肉嗎 有啦 這都過快的 我們就是盡量選說肉比較飽滿的 然後有高的 拿一下它的重量 對 如果有高的話會比較重一點 像這個就是龍蝦 對 就是他們這間海廠行 他們的海的船自己出海捕魚 對 所捕到 他們捕到的時候 我們就來這裡看 看是我們所需要的兩素 這大概是幾兩 這大概一隻大概都八九兩 八九兩 對 九兩的重量 過來這邊就是拿新鮮的這個海產 對 沒有錯 在這裡不論是野生龍蝦 帝王蟹還是各國的海產貝類 應有盡有 新鮮就是王道 好重喔 這大概多少 多重 這一隻大概六七台鯨 六七台鯨喔 對 他一直在抓我的手 這是俄羅斯來的朋友 我們好大隻喔 超大隻 因為我臉還大 這是我的臉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強項 這是等一下要送到他們店裡的蝦 都是每天每天早上從那個產地上來的 很要求 你看這個 這種有死掉的我們都會挑掉 因為他們只要死掉的蝦就不用 所以條件非常嚴苛 我們也跟他們這樣配合差不多十年了 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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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店裡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就是會在進行最後一次檢驗 就是看比較好的蝦子再留下來 不好的蝦子全部都把它丟掉 所以消費者來我們店裡吃到的粥 用到的蝦子其實都是很新鮮的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一層一層一層的 把不好的蝦子都把它過濾掉 精心挑選過的食材 也必須被用心的對待 先去掉蝦子前面煎的部分 是因為怕說客人吃的時候 他會不小心刺到 對 所以我們會先做簡單的處理 蝦子對半是因為這樣可以讓客人 會比較好剝 他就不需要用手去剝那些蝦殼 這隻是紅蟳 我們大部分用的大部分都是到五兩種 對 其實他這個大部分都來自 伊斯蘭卡 這是蟹膏 除了食材要新鮮 下料的時間和順序也很重要 它的土氣之後它的順序比較多 所以通常就是它的米已經快 就是呈現說已經快開了 已經開了 這時候就先下茶樹菇 對 這是乾燥的茶樹菇 現在香氣就跑出來了一點 對啊 鮑魚之後它裡面是有冬菜 對 因為冬菜要先下去煮 它這樣味道才會釋放出來 對 這時候跟我們大概煮了差不多兩分 這時候我們就會先下鮑魚湯汁 下湯汁它這樣之後喝起來的話 會比較鮮甜 所以我們每一鍋 東西在煮的時候 都一定會把它的香味煮出來 就這樣裹去之後它的香味 就是蒜頭的香味 那個煮出來 鮑魚之後它就是一樣會有鮑魚汁的味道 像如果說螃蟹 醋女蟳這些就是煮 一樣就是把它螃蟹 醋女蟳的味道煮出來 所以我們每一鍋它的鍋氣是不一樣的 要煮出每一鍋的香氣 才是師傅功利所在 起鍋前還要淋上特調的堅果醬 提升粥的香氣 抱歉啊 小心看喔 這個是我們本店的干貝粥 那用的是要小心一點喔 它的處理群粥 它的那個膏跟它的那個粥 整個你看黃黃的都融入在裡面 單單看到這個腿就覺得非常棒 因為它就是很緊實 吃起來又口感是很Q彈的 它現在吃起來很甜 因為它新鮮才會甜 吃起來不會呼呼 鮮味滿滿的砂鍋粥 加上熱炒更夠味 水蓮菜搭配鮮甜豬肉 吃起來清爽有口感 招牌的金沙豆腐滑嫩不溜 是饕客必點 酸溜的蜜汁醬包覆鮮湯中捲 也是下酒好菜 相當受到客人的歡迎 一路走來 為加盟因為堅持品質 也走過了最難熬的時候 其實開店長那麼多 當然是有遇到一些挫折 當然也可能就是剛開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沒有想像 達到心裡所預期的這樣子 但是也還是就是堅持嘛 就是堅持我該用的東西 新鮮度什麼之類的 我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 來讓所有客人都覺得說 你這個東西好吃怎麼樣 但是我可以百分之百做到 我對食材的新鮮度跟要求這樣 所以我認為就是堅持 該堅持的東西就是一定要堅持 謝謝 重量度和一堅持 是堅持一堅持 我不是堅持 County 想像財務的東西 就是堅填 也是堅持的東西 海外